碑莫是阿卡原始宗教里的重要植物之三 碑莫是世袭制的 是阿卡寨子里知识渊博 记忆力超群的人 他负责背诵阿卡的迁徙史诗 念诵经文 配合祖马和尼帕做一些祭祀驱魔的仪式 这一次的采访 我们用到了泰语 阿卡语和中文 思念和娟娟是同班同学 他们同时在泰语学校和中文学校上学 娟娟的中文更好一些 所以思念把阿卡语翻译成泰语 娟娟再翻译成中文 哦 就是她 她的爷爷跟她的爸爸就是从中国来的 但是她在那边在缅甸那边长大30多岁才来到泰国 是的,有些是从中国来,有些是从缅甸来 但是从缅甸来的比中国多一点 进来这里只有两个三个的墓 就是在清来的爬米一个,然后那个爬米一个 然后这里一个 同学老婆她没开门有年年 她的意思就是应该没有人来学了 因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不学这样了 在每一个传统的阿卡寨子里 都会有一个珠玛 一个或是多个尼帕 但是碑莫的数量不多 碑莫有点像教授的角色 这个习俗在中国和老挝也是一样的 阿卡习俗里的重要植物之四是巴吉 就是铁匠 它负责锻造生产生活中的所有铁器 这是最早消失的植物 在中国和老挝也是一样的 低成本的工业制造 代替了手工制作 过去阿卡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和村民的医疗 都是通过珠玛 尼帕和碑莫来完成的 现在孩子们都去学校 接受新式教育了 大部分的人生病 也选择去医院 不论在哪个国家 阿卡寨子里 这一代的祖马 尼帕和碑莫 都没有年轻人来继承了 不同国家的阿卡语 也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例如不同国家官方语言 新名词的注入 不同国家的阿卡人 都至少有两个名字 在老挝和泰国 阿卡孩子如果学习中文 还会有一个中文名字 在中国的阿卡人 都有一个汉族名字 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国家要求公民办理 第一代身份证时 发生的变化 我问曼岗村的村民 在早期办理身份证的时候 如何决定自己的姓氏 他们回答说 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的 他要求公民办理 可以决定有些卖 我们会决定有些卖 要求公民 然后是在这地方 这个是神奏的 过去 曼岗村有自己的小学 现在撤销了 孩子们全部被集中到猛混镇上学 周一到周五住校 周末回来 中国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免学费 但是有学杂费 每人每学期两千元 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民族 学校实行普通话教学 我叫张阳 今年八岁 上一年级 还有一个叫 二少 我叫马一芳 今年八岁 我最想做医生 我也最想做给我们打针的医生 因为可以 带医 因为可以帮病人治病 还有可以帮他们做核酸 在老挝 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是免学费的 每个学生开学时 只需要交一千老挝币的报名费 自费购买书本和校服就可以了 学校使用老挝语教学 在蒙醒县 有很多学生放学后 会参加校外的中文辅导班 原因是近二十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在当地开设工厂 在当地招聘工人 中国工厂的工资待遇 是当地普通人收入的五倍左右 我接触到的当地阿卡年轻人 大多同时会说阿卡语 老挝语和中文 大多数学生 在台北美斯洛的孩子们 也同时学习泰语和中文 泰语是每一个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 泰语学校的小学部是免学费的 中学部学费是每学期800泰铢 泰语课安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 到下午三点半 大部分的孩子会选择在下午放学后 去中文学校继续学习中文 新华中学建于1964年 是段锡文将军创办的 最初办校的目的是为生活在美斯洛的国君后代 提供华语教育 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所以过去的声援 主要以华语教育 现在也开始接受附近山地民族的孩子们 这个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为2500-4500泰铢不等 另外一所华语学校是教会学校 是美金教会的杨生父和他的夫人创办的 校长夫妇的祖辈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从中国云南移居到缅甸的华侨 四十多年前 他们因教会的工作需要 从缅甸移居到美斯洛 教会学校的学费是每学期1700泰铢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期是缅学费的 我们小学一直创办了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间 是基督教的学校嘛 我们第一是宗教信仰 是传给小朋友让他们能够认识神 第二点我们要看中的是中华文化 让它能够保持下去 因为现在又是中文很重要 在文泰国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找工作很难找 并且呢信息很低 如果你懂中文懂泰文 如果还加上懂英文的话 找工作很好找并且呢信息比较高 我们目的纯纯就是要帮助小孩子 特别的平衡孩子嘛 现在绿绿绿就是还是从缅甸过来的蛮多 因为他们从缅甸来到这边呢 有自己的房子 都是有的时候借邻居朋友的家来住 他们也没有钱 去到其他社会比较高的学校经验书 所以他们就送到我们小学来验书 我们阿卡学生差不多90%是阿卡的 阿卡孩子差不多就是六岁才生嘛 他们进来 差不多半年一年 他就会回到家 就会跟父母亲表达 他就会说我要信耶稣 阿卡家庭呢 只要他把他的孩子送到我们小学来 他的爸爸妈妈就跟着来我们教会了 所以我们教会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我们就是一直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特别以前阿卡是喜欢吸毒嘛 先生吸毒 太太照顾孩子 就是背着孩子还要采茶工作很困难 教会就办了那个戒毒所 戒毒所我们就介绍那些吸毒者去戒毒 也把他的把那个毒戒了以后 回来生活改变 刚开始的时候阿卡族也是很困难 就是没有办法向他们传福音也不接受 那现在慢慢就是他们就体会到信主 就是各方面越来越来到上里的祝福 他们现在生活也改变了 现在那个阿卡族也是一寸一寸的来信主了 阿卡呢 百分之八十都已经信主了吧 前面何女士提到 在过去当地有很多阿卡人吸食鸦片 实际上他们也大量的种植因素 贩卖鸦片曾经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阿卡人种植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 阿卡人主要生活在金三角地区 这里位于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 金三角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为因素生长的理想环境 这里因为盛产鸦片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之一 毒品的泛滥使得三国政府不断收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 泰国和老挝政府开始打击鸦片贸易 加强执法力度和建立进度机构 同时推行了替代种植 以经济作物代替鸦片种植 为阿卡人获取合法的经济来源提供帮助 现在在太北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有两大类 咖啡和茶叶 茶叶以大叶茶和乌龙茶为主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段锡文将军从台湾引进的 茶叶主要销往中国、日本和中东地区 咖啡种植是二十年前开始在局部地区试行 近十年来逐步见成效 在这里我遇到的每一个阿卡家庭都在种咖啡 每家拥有咖啡树的数量从几千到几万株不等 咖啡的品种是阿拉比卡 太北地区种植咖啡最有成效的阿卡寨子叫多昌 那里有一千多户咖啡能 百分之九十是从缅甸逃难过来的阿卡人 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咖啡加工厂 并拥有了自己的咖啡品牌 凭借着优质的咖啡豆和独特的烘焙技术 进入咖啡市场 同时带动了太北山区的咖啡经济 台北山区每年产出的咖啡豆有30%销往国内 70%销往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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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帕 他是蒙醒县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2014年到17年 曾在中国云南省大理市 大理大学医学院就读研究生 他的祖父母是1950年 从中国迁徙到老沃的 我在蒙醒县的最后几天 碰巧他被戒掉到戒毒所工作 我才有机会来这里 因为有人介意 我只是简单地拍了几张照片 这里是中国的金谷公司 协助当地政府推行替代种植 也有二十多年了 所谓的戒毒所 也只是在金谷公司的厂区里 借用了一排简易房 来这里戒毒的人 最小的只有13岁 是吸食安非他命 最大的72岁 吸食鸦片 在禁止种植因素之后 新型毒品大量地从金三角流入 当地人说 毒品曾经像零食一样 出现在每一个乡村小卖部 02阴炎开始 就已经政策的开始 处置这个毒品这方面的 第一的话 就是规划要怎么控制 第二的话 就是去监督或者治疗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某些这里有吸毒的人 自己自愿报名的那个 自己报名的那个 有2419例 我们开始进度是去年 7月份吧 7月10号开始 今天到现在的话 大概我们这里只剩 我们已经完成了92% 老百姓看病的话 在我们这里某些县以内的话 是我们本地人的话 或者有我们老婆的户口的话 都是政府给钱的 在门诊的话 你出一万块 大部分都会选择现代医学 如果去治治不好的话 就回去做那个 我们传统的那个 一种就是民气吧 在美斯勒 有合法身份的山地民族的医疗 也是免费的 60岁以上的老人 每个月可以领到600泰铢的养老金 在中国实行的是农村合作医疗政策 曼岗村的村民 每人每年向政府缴纳 380元的医疗合作费 村民生病住院可报销 60%到90% 每人每年缴纳200元养老保险 60岁以上的老人 每月可以领到养老补助 100到200元不等 在片子的开头 曼岗村的说三大哥提到过 阿卡人对双胞胎的歧视 这种传统习俗 在老挝和泰国也是一样的 生下来的双胞胎 要么是被杀死 要么是宋人 宋帕医生认为 除了传统宗教的歧视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是过去的生活贫困所致 有些人嘛 他就说双胞胎不是人的 他是说是鬼的怎么怎么 但是他们的那个是借口而已 之前的话一个 当然因为生活条件不好 你看这边一个的还养不活的 所以说双胞胎的话比较难 年轻人现在的话 不管你生两个 是三个 三个双胞胎 对那样的活 如果对生双胞胎的耐道 要去做什么所动 所动那些都政府会管得特别 现在关于双胞胎受歧视的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 老挝还是泰国都不存在了 但是在我去过的所有阿卡寨子里 都没有见到过双胞胎 我们来看看 在蒙醒县产除英素种植之后 政府推出的替代种植有哪些 小面积的替代种植有杂胶水稻 玉米、高粱、石虎和印旗果 随处可见的大面积种植 主要以甘蔗和橡胶树为主 中国公司为当地人提供甘蔗种子和橡胶树苗 以及农药、化肥和种植技术 并在当地开设了糖厂和橡胶厂 当地大部分的阿卡家庭在种甘蔗和橡胶 过去住在山地的阿卡人都陆续迁徙到了谷地 拥有了更多的可耕种土地 监视之后 在 Ü Questions 软体ic 涉及 2004年 现在斑商份这个地方 水都没了 然后 不然的话 我们在老地方的话 没有 日子过得 没有这么好的 为什么呢 没什么做嘛 只能做山果啊 做山果 做东果 我说一年,我说转,自己都不够吃 打那个鸟链啊,就是老熟,老熟 熟的时候那个熟啊,那个熟挺多的 那个时候老熟的买苦荡啊,买牙啊,现在转的 转不了的时候啊,卖面是一堆才 老比几百万,几百万算什么 人民币的话才几千块钱 你们中国做事业出来的都,一直是越来越好 你们中国不出来的话,我们还是有点同样的 现在你们中国投资的都,种甘蔗啊,种香蕉 就是种的,种的,种的,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好 小杨说,喝椒的最佳时间段是凌晨两点到早上六点 这个时候的温度低,湿度大,出椒量大 我们原本约好凌晨上山割椒的那一天,突降暴雨 小杨和他的朋友时落,决定第二天下午,带我来橡胶林转一转 天然橡胶叶收集起来,加入甲酸,使其凝固 再经过反复碎压,去除水分,压成生胶片 以每公斤人民币六元,卖给中国胶厂 甘蔗是以人民币三百七十元一吨,卖给中国糖厂 小杨家今年种甘蔗和橡胶的总收入是人民币十万元 在这期节目上有继续排出相当的肉丁 曼岗村的农业种植模式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这里也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例如甘蔗、茶树和百香果 随着科技和农业的发展 以阿卡为代表的山地民族逐渐克服了地形障碍 从多样化的小农业者 转变为大面积单一种植的农业经营者 片子接近尾声了 还没有提到越南 原因是我在越南没有找到阿卡人 出发前 我请教过国内的几位民族学老师 他们为我提供的文献资料里都有记载 越南有2.4万的哈尼阿卡人 但是至今国内没有任何组织 在越南做过相关的田野调查 在没有获取任何有效信息的情况下 我决定出发去实际考察 我决定出发去实际考察 是什么语言之语 我决定不语言之语 我决定出发去实际考察 人生再有毒气 所以为开放 人生再有 diabetes 这就实际上 我决定有毒气 我决定有毒气 我决定不疑 我在河达 我决定是为了 我决定有毒气 我决定有毒气 我决定 我决定是主意 我在中越边境的金水河镇 走访了几个哈尼寨子 这里没有阿卡 这里的哈尼之戏叫果座 所以我决定直接过境去越南 去哈尼族的居居地找找看 在越南 哈尼族主要生活在 北部山区的莱州省和老街省 我在这里逗留了二十天 这里有哈尼族 但是没有人听说过阿卡之戏 除此之外 我还遇到了其他困难 越南的边境旅游管理非常严格 我曾两次被边境警察友好的劝退 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被迫离开边境村子 他们告诉我 如果想继续深入 必须办理特殊许可证 同时需要配备专门的导游 车辆和入住指定的酒店 我曾尝试去办理许可证 却从中获悉 我很难按照预期去深入接触到哈尼族 就这样 我原计划在越南一个月的时间已过半 还没有任何阿卡人的线索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决定放弃在这里继续寻找阿卡人 但是我在越南并非一无所获 我在老街省的萨帕市 遇到了一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山地民族 以苗族和瑶族居多 我原计划在越南并非一无所获 他们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 聚集在游客集中的地方 贩卖着民族文化 孩子们穿戴民族服饰 跟游客合影 收费 老人们负责售卖民族服饰 这些服饰 大多是二道贩子 深入到偏远山区 以极低的价钱收购 或使用同样图案的工业印花布 非等价交换来的手工织物 再转手 卖给城里的卖家 在这里 然後把姉子要 prend quatro 友好, mud多小姐把媽中脂 好私女生的孩子 你说我老了 是 母老的 咱们不要一下 来喝 我不要喝 咱们的面咕壮 咱们都没有妈妈 它比起病 咱们平 城里的卖家除了直接卖给游客外 还学会了借助网络直播来开阔市场 生活方式一旦成为商品出售 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这些古老的多样的山地文明 通过网络传播得更远了 同时网络也加速了他们的消失 在过去四个多月的行程中 偏远山区网络的普及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我去到的每一个偏远寨子里 都随处可见刷手机的大人和孩子们 尤其是孩子们 他们沉迷和依赖于手机 通过网络 学习 打游戏 交游 看外面的世界 Pearson傑主 我们去修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卡仁经过了千百年的迁徙 扎根在了不同的文化土壤里 从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来看 他们已经停止了传统意义上的迁徙 但是网络的普及像是开启了一种新的迁徙方式 它凌驾于山地民族所在的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土壤所带给他们的影响 网络可以帮助这些深山里的孩子们 去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 当我举起相机的那一刻 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 我很难看到更多山地民族的特征了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族群里老人们的离去 山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也就无济可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